高血压竟是中风高危险族群 定期居家测量心电 及早发现治疗 每年因为寒流都会引起许多突发性的脑血管疾病 心脏病等 像是去年1月过年的第二波寒流 仅两天内就有146人 已因天冷而猝死 最小的年龄仅3岁 这样的状况也让心脏病 位居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二名 脑血管疾病为第五名 而且死亡人数皆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据统计 每年新增的脑中风人数至少3至5万名 盛行率成长为每4人就有一人 可能会发生中风危机 而且近年来脑中风有年轻化的趋势 中风早已不再是年长者独有的疾病 今年6月 美国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NOAA宣布 盛阴年的来临 并预计此盛阴现象将持续到 明年2024年 盛阴年所带来的暖冬现象 造成极端气候的差异 气温骤降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 尤其是有三高风险的族群 容易造成血压突然飙高 引起心脏病或脑中风的几率增加 根据资料数据统计 心房颤动的患者脑中风几率 约为常人5倍之多 显示心房颤动与中风几率高度相关 民众应该多加预防 定期居家检测血压与心电 早期发现心房颤动问题 可及早交由专业医师治疗 专业医师现身说明 无预警的致命危机心房颤动 脑中风在40年前是第一大死因 但近几年下降至第四名、第五名 显示血压控制的比过去好 虽然死亡率下降 但发生率却没有因此减少 反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风人数也随着人口老化而逐年增加 目前约占整体人数的2%左右 虽然中风人数增加 与人口老化、天气变化有关 但更具高度相关的则是 高血压与心房颤动 心房颤动会增加5倍中风几率 大约有三成的中风患者 都有心房颤动的问题 当出现心房颤动时 左心房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收缩 导致心房血液流通不顺畅 因此容易凝血导致形成血栓 血栓剥落随着血液流至大脑 容易造成阻塞并引起脑中风 或是身体其他地方的血管阻塞 心房颤动是一种不规律的心律不整 心跳会忽快忽慢 或像打鼓一样乱七八糟 有时还会感觉到心计 心脏的输出不够力 会觉得累 觉得喘 类似心脏衰竭的感觉 都是心房颤动可能会发生的症状 一般来说 民众有心房颤动等问题 超过80%都跟高血压有关 其次是喝酒 甲状腺抗禁 心脏半膜问题等 王宗道医师补充说明 高血压患者罹患心房颤动的比例 比一般人高三到四倍 因为高血压容易造成心势肥厚 进而导致心房扩大 引起心房颤动等问题 所以建议20岁以上的成年人 至少每年皆需量一次血压 心房颤动的发生几率 会随着年龄增长大幅上升 70岁以上大约有5%的人 都有心房颤动问题 而一般人平均发生的几率 约1%到2 所以建议40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 更要定期测量心电图 来确认自身是否有心房颤动问题 想要避免发生心房颤动 除了血压需控制在收缩压 130毫米拱住以下 应避免饮酒或摄取过于刺激性的食物 还要检查甲状腺 心脏绊膜 心血管疾病等问题 另外 太累也有可能会发生心房颤动 所以睡眠充足也是重要的一环 心房颤动可以靠吃药矫正心跳 将心跳稳住 心率复原 同时应服用抗血栓药物 才能有效预防中风 若有心房颤动等症状 建议以单导程的心电剂进行测量 对医师在临床的诊断上极有帮助 居家肾防心房颤动 加用单导程心电剂 协助医师快速诊断 心房颤动症状通常是偶发性 只在短时间内出现 很难被早期检测到 因此 曾经有心房颤动或是本身为高血压患者 建议保持居家血压测量722原则 连续7日 每日两次 起床后一小时内 晚上睡觉前早晚各量一次 每次二回取中间平均值 每次测量要间隔一分钟 而收缩压120毫米拱柱 梳胀压80毫米拱柱以上的人 建议每半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 收缩压130毫米拱柱 梳胀压80毫米拱柱以上 以达高血压标准 建议每三个月就要测量一次血压 所谓的测量一次血压 并不是仅测量一次 而是要遵守722原则进行量测 另外 高血压患者或有上述心房颤动等症状 以及40岁以上的三高族群等 建议可将血压测量改为定期量测血压与心电图 一般血压剂仅透过臂带测量血压 对于较弱的心跳无法侦测 容易导致心跳数字测量失准 尤其是有心房颤动的患者 测量结果往往低估了实际心跳状况 需要使用单导成心电剂 才能测量出较精准的心跳数据 一般的血压剂 仅能侦测短时间的脉搏跳动 对于心率不整的人 心跳数据会有极大的误差 透过单导成的家用心电剂 可提供完整心电图参考 心跳数据才具参考性及临床意义 王宗道医师建议 若要测量心电血压 建议以单导成心电血压剂为主 一般的必带血压剂 仅能测量规律的心跳 一旦心跳不规律 则会严重低估心跳 无法提供正确的测量数值 而单导成心电血压剂 可真正提供具临床意义的血压 及心跳数值 对于医师诊断 用药皆有帮助 目前市面上有许多专业的医疗大厂 陆续推出家用心电剂 可迅速方便地量测心电图 准确度提升又可供临床参考 并能预防及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 在选择相关产品时 建议挑选医疗品牌大厂 较有保障也较有真正的临床参考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